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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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lyPone不暢子YouTuber 哈嘍 我是不暢子的SillyPone 2020瞬間就要過完了 這一年真的是非常特別的一年 因為發生了非常多 我們沒有想過會發生的事情 那對我來說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在今年開始經營了我的 YouTube頻道 前陣子呢 Youtube寄給我了一封信 那我想要在2020最後的這一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 是屬於SillyPone的2020Youtube一部 我一開始點進這封信的時候 真的是蠻被嚇到的 因為裡面的所有提到的內容 對我來說都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數字 今年我上傳了329分鐘 總共61部的影片 一開始剪這些影片的時候 然後大概我都剪了三五分鐘 我就已經覺得差不多了 一方面是因為還沒有很熟悉剪片這件事情 加上上字幕這件事情 我非常覺得痛苦 所以就會覺得 啊我影片不要剪那麼長 我字幕就不用上這麼多 然後就會把很多片段全部都剪掉 那後來呢就會想說 啊我想要拉長影片的長度 讓影片更完整 然後還有主題性的影片 也都沒有辦法剪那麼短 後來就這樣子加加剪剪加剪剪 最後 這些個位數的影片 個位數分鐘的影片 加起來進來到 三百二十九分鐘耶 五個小時半耶 一萬九千七百四十秒耶 快們 посмотреть 從中午看到晚上耶 你就點進我的頻道 就回到中午看到到晚上耶 你看剪啊還 還棒 差不多 呀 那我真正自诩自己为YouTuber的时候呢 是从2017年的这个影片开始的 我要假装我是YouTuber 我现在要来吃超大西瓜 いただきます 好爽 我就不放完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我是觉得蛮可爱的 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一个人在日本 就待了一阵子 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有点无聊 然后天气那时候刚好爆炸 下大暴雨打得砰 完全哪里都不能去了那一种 我就去超市买东西吃 然后就顺便看到有零食 有大西瓜 有饮料 我就自己买回家 然后我想要跟他分享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 那边的网路没有好到可以用视讯 所以我就只好自己拍完 然后再传给他 拍完还就知道 你还不干脆把它剪成一支影片 我也没事我就把它剪成一支影片 然后就自己看得很开心 就开始剪影片 这还蛮好玩的啦 那个时候真的蛮好玩的 然后就开始了 拍影片的这件事情了 直到今年五月 我从我原本的地方离职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 这真的是我2020年最正确的决定 1062次喜欢 232则留言 1011次分享 这边真的很谢谢大家愿意 帮我按喜欢 然后留言 然后分享给朋友 我其实从来都不知道 这些数字加起来可以这么大 然后因为 按赞留言分享这件事情 真的是 可以让这个影片 能被更多人看到的重要原因 也是支持我的很大的那个动力来源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大家 可以做的游戏 每支影片的这些数字 其实大概就是 各位数到十几 十几十多这个区间 但是真的是 这么多影片累积下来 累积到一千 我就觉得 完全没有想过 朋友没有这么多 你知道吗 就是 受宠若惊 接下来是2020年的部分 2020新增了282位订阅者 新观看次数 39528次 总观看时间 90160分钟 一样真的很感谢 愿意订阅的大家 因为 200 现在大概有 380几位订阅者 这已经超过 我的Instagram 个人订阅 我们的粉丝元素 这已经是一个 身为边缘人最多朋友的时候了 你知道吗 完全没有想过耶 然后 加上那个观看次数 到9万多分钟 我记得我五六月刚开始 要做Youtube的时候 我就一直很care 就是 总观看时数 到底多少了 因为要开盈利的条件是 一千订阅 加上四千小时的观看 所以我那个时候 PO几篇影片 我就想说 我要看我累积了多少 大家看我的时数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完 然后发现 哇 加起来有一天耶 24小时耶 大家花了24小时在我身上耶 我何得 我何得何能啊 就是 我就 我那时候好像说 拍个废片 都要花了一天看我 我就觉得 天哪 太可怕了 然后现在 9万多分钟已经是 1500小时耶 有几天啊 有六十几天耶 就是大家花了 两个月 的时间在我身上 虽然不是这样算的啦 就是不是一个人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我身上 就是 但是这加起来的数字 真的是可观到 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 我就不知道 我以后变百万youtuber 怎么办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哇 下爆 先幻想 先开心 对啊 就真的很谢谢 愿意订阅的大家 因为我觉得要 按下一个完全不认识 然后一点都不红的人的 订阅这个键 真的是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 的一件事情 这段时间真的 我也经历了非常多 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例如 美登丽寿司风波 那个时候 很有荣幸的被VS Media 分享了我的影片 然后 就很开心 而且那个时候刚好 就是正在出去玩 然后就突然发现 超级开心 然后结果被FB那边被骂爆 所以我声音太娃娃音 哇 我从此每个影片 我在开始前 我都要调我的音高 你们知道吗 我都在 哈啰我是不是很值得 太高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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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每个影片都要经历了一个这个调音频的声音 怕大家真的太刺耳 因为 我有时候自己也听得蛮吵的 所以 你常常在剪影片的时候听得这么吵 自己看自己影片有时候都觉得怎么吵 对啊 然后 还有 也去了很多以前不会这么有动力去的地方 吃了很多以前不会这么急着想去吃的东西 都蛮特别的 所以也很谢谢在这期间陪我拍片的每一个人 陪我出去玩的每一个人 因为拍片跟真的出去玩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就 真的是非常谢谢 我也觉得这段旅程 对我来说一定是非常难免苦贵的一件事情 谢谢 好啦 那这就是2020年的薛力碰YouTube回顾了 那 这段时间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不管你是订阅还是按赞还是留言 还是分享还是纯粹就看到我的影片 然后 因为我的影片有去了你不知道 以前不知道的地方 我都觉得非常谢谢 那之后呢也是会继续拍更多影片 然后会再看 什么样的影片更适合我来拍 什么样的影片 你们大家都喜欢看 我也拍的开心 那就这样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赞留言分享给你的所有爱出去玩的朋友 那就这样啦 我们2021见 拜拜 新年快乐 我是这样 你要记得帮我候制这样有鞭炮 没有 看包袋 哈哈哈